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奥康都能进来参合一脚 对 奥康来参合一脚 先剧透警告一下 但对 具体发生的就是在Q3的时候 奥康突然杀出一个黑马来 先刷到最后一拳他先刷到第一 对吧 然后 然后是勒克莱阿隆索尔为此翻这个顺序 嗯 勒克莱那个也挺吃惊的 因为他本来是不太被看好 就Q1和Q2的表现没有那么的强烟 但是这个 对 勒克莱阿隆 当然勒克莱阿隆这个呢 他最拿手的不就是Q3刷 一刷再刷一刷 但我想说的一件事是 呃 其实今年的单圈是比去年的单圈慢的 那可见 法拉里有多差 为什么会比去年慢呢 啊 因为今年的赛车的那个 底盘提高了 啊 我也就 对 我以为你是说 赛道有什么 或者条件有什么改变 就是整体 你这次就是整体的车是比去年慢吗 对吧 对 整体的车是比去年慢 那可见法拉里有退步多少 那其次呢是 而在法拉里如果 法拉里有退步这个事情 已经今年已经 不用再聊了 我觉得 我们可以批判一整年 法拉里有退步 而且如果 而且如果 如果 如果记性讨论 对待观众的话 其实可以听得出来 啊 记得到是 呃 因为去年的Q3是最后一券没有完成的 因为佩雷子在 故意撞车 哎 这就是人家可 人家可没说是故意的啊 哈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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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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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是维斯塔潘 可能是超市的一拳 或者说就是他有谁来 跑的最好一场排位赛 对 其实以前 维斯塔潘 在他2021年之前 他的排位赛成绩一直都不是 不是很特别 不是很出彩 他基本上没怎么拿过干位 其实 他其实哪怕也就是从 21年他拿世界冠军到现在 他的排位赛一直也不是 他特别的 特别的强项 但是这场 摩拉哥的排位赛确实是他 对的确我也觉得是他 可能表现最好的一场排位赛 他其实最后 他那一圈 其实第一段和第二段 第一段我忘了好像第二段 是慢的挺多的 但是结果最后两三个 弯 能比奥尔索快那么多 对 就是他第一第二个 计时段是比奥尔索慢的 对 而且其实我后来 看了那个 他们做的那个3D的 那个回放 就那个分析 其实一直到游泳池湾过了 奥尔索都还是比奥尔索快的 就是最后两个完 对 对就是最后最后那个 就到游泳池湾第二部分 从刹车去开始 为什么可是狂追 就是而且 车的大家就是画面 大家都应该都看到就是他 其实两边都蹭墙了就是 那个游泳池湾那个 第二部分刹车 然后他右边蹭了下 然后出了最后一完以后 因为要紧贴右侧护栏 没有看我们单圈的 看我们单圈 插播一个广告 那个要紧贴护栏 打开第二次就是 最短距离冲线的地方 他那边还蹭了个墙 这个他是 他肯定是知道 自己还是慢了 所以在最后一段要冒出这么大的风险 来跑出这个 这一圈 这个不难说 这个如果不算是用竞赛的 算不算用竞赛到了 那肯定是用竞赛了 但是我想说他这个 他这个跑法放在那个Cobus的游戏里面 也是要被取消成绩的 因为你碰到墙了 他现在是EA大师 他说了不算就不算了 反正维斯塔班这一圈 而且非常关键 因为你想如果他最后不是干位的话 在正赛之后 这个你就从马后炮的角度来看 确实也可能在 就争冠上面会 会比较困难 所以所以他这 我倒是觉得不这么觉得 我觉得他在正赛的圈速 他在正赛的节奏够快了 我觉得他正在节奏 但他如果是第二的他超不掉 即便是第二的他可以完全 以他的那个轮胎管理 可以各种就是你 undercut overcut 随便 我觉得在 我觉得在 莫达哥会会比较困难 因为 我觉得他 他正赛他这次他赢的 赢在的就是 他以旧中心 旧中胎的速度 比阿隆索的就是 那个 硬胎更快 所以他 所以他拉出了一个非常非常轻松的 一个一个差距来 所以即便他如果他 他以第二起步 这个 这个 奥特卡都会随便拿来 当然这个 说到这个正赛呢 我觉得阿隆索这个策略组 倒是 怎么说呢 鲜有了 犯了个错 马化扩来说犯了个错 独断 他们不是说他们那个 那个天区预报有问题吗 他们那个天区预报 说 说完全不准 所以 所以 好像所有人天区预报都不准 但 不但但 红牛的那个 那个近战化女台的实际 是最最好的 就 嗯 其实我不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你看 天区预报 虽然说不准 但是 你看转播画面也好 看别人的 就是数据也好 这个 应该看得出来 这个是 鱼泰子是更好选择 当然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怎么他们想赌 那个 就是新的 新的中台比 一个撒凡旧的中台要快 然后要赌 要赌干地 主要是赌干地 我觉得 对 对 那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反过来 你如果赌湿地 就是 那你这个 在那种情况下 一个 一个 半语的 还有的速度可比 你为啥 那个 那个 用到不能再用的中台 快得多多 但是 那个 第二次肯定是稳的 对吧 按照阿龙索的说法 是 他觉得他 哪怕他近 近战的一拳 他觉得整条赛道 都是90% 99%都是 都是干的 所以他觉得 就没有必要用鱼台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 他这次可能没有去争胜的关键 因为 因为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 其实 你从画面上看 已经挺湿的 而且已经有人 已经在有人用鱼台了 但后面你看 那 后面 后面好像 您说 F1的他们那个 F1官方的那个 数据分析说 如果 阿龙索那次进的时候 换的是 半语台出来 他可能会 出来的时候 会在维斯塔凡前面 三秒左右 对 对 对啊 那我 要我读 因为 这个一这样优势更大 二 反过来 因为反过来 他不会输到第二名 他离 他离 他离第三名 下去 他就太远 可以完全可以进来 进来 会掌握所谓 对他后面不也 进了两次吧 对 对他后面也进两次 也问题不大 所以 这个 所以 所以我觉得 这个 马后跑来说 放了个小失误 对 而且 但 但不得不说呢 这次 还是 还是 冠军献给维斯塔凡 我觉得 反正 如果摩大哥这场比赛都 阿龙索都没有赢的话 今年 我觉得 除非是维斯塔凡和佩里斯 有什么状况 他们退赛了 或者说 或者说严格 就是 或者说有非常严重的影响 他们在 有发生很多卷入一场事故 然后一直要往回追 除了这种情况之外 我觉得 在赛道上 拼速度拼策略 阿斯马迪 应该是 应该是打不过的 今年可能他们就 没 没什么机会能再 赢一场 今天就是 因为 赛前 都说是一个 这一场是最 最最最最最最 就 红牛弱势最大的 一个一条赛道 对 结果这样都被维斯塔凡 投2位 对 这场比赛是 阿斯马迪最好的机会 但是很遗憾 没能 没能转化成胜利 而且 而且不光没有转化成胜利 甚至连积分最大化都没有做到 斯托尔还甚至退 退掉了 而且斯托尔的 斯托尔其实 他的退赛还是自己的责任 他自己有很严重的失误 对 他其实是新奇的 因为他在 他没进Q3 对吧 他Q2的时候 听说是有 低班有受损 然后又被叫去撑中 是错过了撑中 然后一堆乱以后 然后发现没油了 来不及出去再跑第二圈 就结束了 然后 比赛中 比赛中 我们应该看出来他很新奇 对吧 对啊 差很多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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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运气很差啊 他从星期六自己就撞掉了 然后那你星期六都Q1就撞掉 那你 那你必然 星期天会很困难 非常非常困难 对啊 然后 对 本来大家大家都觉得这个排位就是街道赛甚至裴雷子还可以和会撒盘争一阵的 对啊 就非常遗憾 就没能看到这个这个场面嘛 然后再加上现在的现在F1这个车的大小啊 然后你摩大哥被甩到队尾去了 你基本上你看就哪怕连红牛也没办法 甚至连积分都没有 这个确实很很困难 你看你看其实有一个例子啊 就201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那场那一年的摩大哥战阿洛索是对我一直起步的 他最后 虽然也很困难也没有说很轻松到哪里去 但人家最后是积分完赛 所以还是自己超回来很多 当然那个时候的慢车也比现在更慢 那时候的什么莲花啊维珍 HRT什么的 那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级别的慢 对但但我就想说 就基本上现在你在摩大哥战 现在的F1的这个技术规则 这个车的大小长度 然后你下压力非常非常困难 你基本上很难在 基本上就是无力回天 是 而且这件事其实是 拉萨尔其实提到过这件事情 就是 现在的车其实太接近了 就是车与车之间太接近 特别阿斯特马丁 和法拉利赛 太接近了就反而变得不好超出 就是车与车之间没有对吧 没有明显的差距 对这怎么怎么拉着出差距 怎么超出 对 所以这个 这也是老生常谈了 这摩大哥当然 所以摩大哥 我觉得 整个比赛来说 我觉得还是比较进行 是 就是特别今年有 我觉得他这个特别今年有新镜头 有新的转播 对 镜头虽然没有很多新的 偶尔有几个新的角度 然后 就转播画面 我觉得直升机这个镜头也不一样不错 对 然后我觉得今年的比赛 我甚至觉得明年Netflix 可能有一集会专门讲这个 不一定专门 但是肯定会有蛮多镜头是这场比赛去的 因为他有这个很典型的这种这种天气变化 然后 然后虽然对比赛本身的影响没有很大 但是还是制造了很多乱举出来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 就给观众看还是觉得挺精彩的 我觉得 不是那种非常无聊 让人想睡觉的比赛 对 而且 而且我倒是比较惊讶 是 这么 这么多的 因素在里面 居然没出的安全车 对 对 这场比赛居然还没有安全车 在摩纳哥 这场比赛居然还没有 对 在摩纳哥下雨 居然没有出安全车 好像是不是只有斯托尔和马格诺森退 马格诺森退赛了吗 忘了 反正退赛的人也没有很多 马格诺森好像是退了 对 就连虚理安全车都没有 对 退赛的人也很少 这场比赛 所以大家我觉得还是开得很谨慎 确实是 哎呀 好吧 那摩纳哥我们就就到这里了 这个 接下来紧接的就是我们的西班牙 终于传统的 欧洲赛道 这个是错过的 一摩纳 那今年的西班牙呢 哎居然还有个新布局 这个换来换去 30年河东 30年河西 它又换过来了 对 对 其实这个布局呢 就是2006年之前的布局 它 它 那个 就是 第二个 第二S区之后的那个刹车 那个在2021年就改回来了 它改了改成了走外面 那个比较弧形的一个 那个弯 不会有那个特别重的刹车 然后 现在又把最后那个Shaking取消了 那个Shaking真的是 大家反正 玩 玩 这种赛车游戏 或者 F1的游戏也知道 那个Shaking是多么讨厌 这就 就不用多说了 那个Shaking根本没法跟车 你怎么跟他 那个Shaking 我用人要 人要 哔哩哔哔哩上那些 很多人的那种习中司 就是 那种便秘赛道 那你开的就是 就是让你觉得不爽 你就这个 这个时候我已经 都已经快 四档五档 怎么又让我 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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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杀车呢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对撤手来讲 他们可能也是比较 比较希望这个东西能取消 因为你 没有增加任何的超车 反而跟车还困难 你出弯到最后 大致到反而是个超车点 是个跟车的机会 结果你最后那个Shaking 让你出弯 还不容易跟上 然后 车就可能开起来 就那个Shaking 对 那个直子弯特别窄 就根本没法两车 两车并排 对 然后两个弯之间又特别近 对 那你 后车必须要等前车走了以后 你才能加速 不然就撞了进去 所以 那这个怎么跟 那当然就跟不上 那个弯真是可能车手也觉得 哎呀 谢天谢地了终于取消了 但是我觉得F1这个确实是 做了 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当然可能取消之后 稍微负面因素 就是 那个Shaking 其实是这条摄影机机会 或者摄影师摄像师拍照 为数多拍起来好看的 好看的地方 现在那个Shaking没了 拍照 当然那个角度就没有了 所以说 对 这个可能是唯一的一个 负面的那个影响 这一次 突然 我突然想起来 这个 是不是 就是 上次阿朗索的胜利 就是这里 对 2014年的西班牙战 对 那个非常非常 精彩的起步 就是在这里 对 而且 对 而且当时的策略多好看 当时策略四听 四听啊 同学们 可以想象吗 对 这个 阿朗索的十年为胜 但结果还在为 领奖台真胜 对 对 我觉得阿朗索就是 就是很 就 心有不甘嘛 你换的是别的车手 可能就觉得 哎呀 差不多可以了 F1 也就这样了 年龄也那么大了 但是他 还能 还能 离开两年之后 还回来 然后结果回来之后 还换一个车队 对啊 换个车队 然后还开始 就是 今年只有一场 没有力量 而且而且你看 你看一般到这个年龄的车手 或者经历过一些 一些车队的变化或者 一些事情之后 基本上 他很少有那种 在跟年轻队友的比较当中 还能 大胜年轻队友的 就 你看 实力就是实力 你看 哪怕是维特尔就不说了 换一个年轻人上来就打不过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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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 范端 奥康 然后 汉米尔 对啊 然后汉米尔顿 现在跟拉塞尔 斯托尔 对看起来也 也不太能 能 能经常胜过拉塞尔 阿罗索就不一样 阿罗索现在 这个 现在有一辆 蓝色 有一辆比较 能真胜的 就是有竞争力的车 但是比斯托尔能 起码到现在为止 强这么多 成绩好这么多 确实非常不容易 而且 我 我记得 他在13年的时候 还是12年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就是 他说 给他一样 慢点三的赛车 他就能去真实力 他 这是他的强项 我觉得 阿罗索就是很擅长于 把 比较 稍微慢一点的车 开成能去争惯的 或者 能把他的那个潜力 他就是没有那台 稍微快一点的 他能把那个潜力 发挥出来 很经典的例子 就是2012年的那台法拉利 法拉利从测试的时候 就已经说 这今天差不多 又是法拉利经典那套 那套话术 哎呀 我们明年怎么怎么样 大家都听了不知道 多少年了 但是人家 阿罗索就是把他 把那辆车开出来到最后 一年能赢五次 而且一路 而且一路领先到下修 对 能能 一路领先到下修 而且真贯真到最后一拳 最后一拳 最后一拳 对啊 真的就把那么一台车 开发挥到那个水平 所以阿罗索这个 对 真的 我觉得 如果他 能再赢一次世界冠军 我觉得简直就是童话故事 但我非常 还是能希望 他 在他真的退役 从F1退役之前 起码还是能赢一次分战冠军 或者再能赢一次 我也希望他能再赢一场 我想我想这样 让IOPIN再多造一辆车 对 对 对 我希望 可能 不知道明年 明年 在梅斯德斯有点起色以后 会不会 阿瑟瓦尼 能不能继续 征管征下去 但说到这个 阿瑟瓦尼今天还正好 他们是搬去新工厂的日子 恭喜恭喜 乔迁之喜 非常 非常 值得庆祝一言 他们 这个对 而且这个车队 有 有斯托尔就这么一个 背后这么大力的支持 那个 看起来是 潜力蛮大的 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撑到本田 进阿瑟瓦尼那一年 2026年 我估计他那个时候 那土豆你这边下个 土豆你那 你这边 这边打个 我们五年以后 来看一下 你做个对不对 阿瑟瓦尼还会不去再开 魏本田开车 没有五年了 三年 2026年了 我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他年龄会很大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撑到那一年去 我觉得他可能再开的 开到2025年 最多了我觉得 因为毕竟年龄是一个因素 所以说 我觉得 我觉得 阿瑟瓦尼 我觉得我的预设就在这里 我觉得阿瑟瓦尼的那个 阿瑟瓦尼的那个 阿瑟瓦尼是开不上阿瑟瓦尼 马丁本田 阿瑟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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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瑟瓦 阿瑟瓦 能不能赢 肯定了 这么实际的 对 我觉得 你就看西班牙 赛道的布局 空气动力 阿瑟瓦尼 阿瑟瓦尼 哪一点能压制 红牛了 对吧 我觉得还是 除非是 那个 谁知道 7年前的事情 会不会ug 我觉得会比较难 我觉得不会 除非是怎么 红牛爆个缸 你说他俩 你说要他俩撞在一起 我真的觉得 佩雷兹不是李卡多 所以说会比较难 你原来想到的是李卡多 我想不到 你不就是说七天前吗 我就是那意思 佩雷兹你要跟 威萨兹撞在一起 我觉得是很难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他俩不太可能 所以我说他不是李卡多 他不会像李卡多那样 就跟佩雷兹是 就跟威萨兹是 互相斗不让这样 所以我觉得 要么就是红牛爆个缸 什么的 那阿斯马丁阿龙索才会有机会 好吧好吧 来来来 你问我 你预测什么 那你就预测前三 看我就预测了阿龙索 我又预测前三 你固定预测前三 对吧 就预测的阿龙索赢不了 对 好吧 要我说的话 的确 把前两个人不放红牛 好像真挺难的 对啊 是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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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斯塔班阿龙索 三次 啊 这个可以 这个很 这个是有可能 人家主场 对吧 两个西班上 你这个说不定最后能猜对 可以 那皆大欢喜的结局 对不对 好 那今天我们又就讲到这里了 这个比较长久 再次都抱歉 抱歉 这个 我们下期 下周应该会有比较精彩节目 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